哈囉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集的 尚恩帶你上車 我是ETtoday車運記者尚恩 主堡車線已經有8年的時間 玩車則是不長不短的15年 不管什麼車我都愛玩 節目的一開始 先為各位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這位是有超過16年資歷的 資深汽車媒體人 Dugendum有車廠媒體執行長 汽車談話節目的固定來賓 葉宇宙小葉 大家好 尚恩好 我是小葉 對 那我們在上一集 已經和大家分享了這個 前10名的後5名 台灣2021年第一季新車銷售 前10名的後面5名 從第6名開始到第10名 都和大家分享了 那今天這一集 就是要來跟大家揭曉 這個前面5名 到底是哪些厲害的角色 可以排在這些位置上面 來喔 那如果還沒有聽過前一集的朋友 可以先回去聽一下 我們有跟大家 除了分享後5名以外 包含整個市場表現 和各品牌的排序狀況 也有在那集和大家報告 好 那我們就很快的來看看 第5名是誰 第5名是福特的庫嘎 它在今年的前三個月 賣出了3657輛新車 對 那其實福特這一陣子 大概就是兩台車在賣 不管不是Focus就是KUGA 對因為它其他選項 當然你說有Mondel 雖然好像也沒有Mondel 然後可能還有Ranger 但是那都不是 不算是走量的車型 旅玩家應該也不大算 對可能量來講都很難去跟這兩個 相比 對 那福特唯一的正修旅 它在去年改館上市之後 關注度就很高 對 那一樣它也是靠著這個Level 2 然後動力科技這一些 去和對手做出區隔 沒錯 不過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因為我們在前一集有提到說 Focus受晶片影響 所以它只有2950輛 那KUGA的話比它多一些些 這個當中的差異是存在什麼地方 對 OK 它現在 你剛才說它總共第一季賣3657 但代表平均一個月都還是有破千輛 對 甚至平均來說大概可以破1200輛 對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台灣市場上現在主流 應該也不只台灣市場 全球都是修旅 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福特六合的高層 是 我今天有一批晶片 好像在交易 交易 我那個晶片有限 對 那你會壓Focus多一點 你還是會壓KUGA多一點 嗯 如果我是經營者 我會用單價去看 你會看單價 對 因為KUGA單價相對是高的 那因為 我相信這些東西 他們其實某種程度算是共用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 晶片的部分可能 兩者的成本會是差不多的 沒錯 對 需求成本差不多 那我當然是壓可以賣比較貴的 利潤比較高的 對 而且除了利潤比較高 它的現在受消費者 討論度 關注度都更高 對 所以KUGA可以在這一波的晶片影響中 相對於Focus來說 可能沒有這麼明顯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最近的KUGA 他跟之前另外一個死對手的CRB 一開始我們在去年 你還在壓說 到底2021年最後這兩台車 誰入死誰走 我們還在查 可是現在慢慢好像留一點點 這經過三個月後 好像有點差距 對 已經有點拉開了 我覺得KUGA現在有一個 大家在喘的風聲 就是說很有可能 他們今年會針對車型 去做調整 就是說 比如說 可能比如說ST那個版本賣的比較好 那可能是洗劍洗麥都沒有都好 我只是舉例 所以他們可能會針對消費者的喜歡 去做調整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你要對消費者的喜好 畢竟你都國產車 彈性高當然就是你的優勢 再來是說 很有可能把他們台灣目前在 這個KUGA在車型上 比較大家想要敲碗的配備加上去 不管它是用經銷商的特飾版 或者是原廠的特飾版加上去 我覺得這還蠻需要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很有可能是什麼 環境 如果加上去之後 或者是駕駛座的機功能 其實我覺得這個看起來不大 但是很有可能是會有一個 很有關鍵影響的小配備 是 所以說它可以讓它的這個 戰鬥力再提升 再提升一個檔次 不然的話它和它的死對頭 真的是有一點點差距 對啊 待會兒講到的時候再來 大家就知道說 到底他們目前差了多少 那個數字其實真的是還蠻不小的 確實 好 那我們很快來看到這個第四名 第四名的話是這個 榜上為二的房車 也就是這個Toyota的神車 Artis 對 前前陣神車 對 那它在今年前三個月 賣出了4773輛 那其實這個真的是 除了說這個房車市場的這個衰退以外 因為畢竟它和它的這個休旅的兄弟 同樣都姓Corolla 所以它被影響的就非常的深 確實 對啊 你看在今年 雖然說它去年的這個年度總結排名 就已經讓我們蠻意外的 但它在今年第一季的話 它還是只能排在這個第四名的位置 真的是看得很不習慣 對啊 打錯了嗎 對啊 那你怎麼 其實你之前有提過一個理論 我覺得很好 那現在看起來好像跟你當初講的理論一樣 你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你那個時候曾經提出的那個理論嗎 不要啊 TT PIN 你要比我講把你的話講完 因為我們都說 我們當然就品牌來說 如果你推兩台車 兩台車定位很像 如果你可以1加1大於 當然不可能等於2 這個是太不可能 因為以前兩台車定位這麼像 對不對 1加1如果能大於1.6來說 絕對是好事 那目前來說 另外一個1可能就是Corolla Cross 那原本那個1就是Corolla Altis 是 兩個加起來的數字 我覺得不僅有大於1.6 還刷紀錄 現在就是一直在刷紀錄的狀態 當然對於Corolla Altis來說 表現真的沒有已經好 你不要說第二 你看我們剛才這樣排名 它都掉到第四了 對 但是有一個關鍵是 除了消費者的買氣 從原本的房車轉到休旅以外 還有一個很有可能的關鍵是 Altis它有Hybrid版本 Corolla Cross它也有Hybrid版本 之前就在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是電池的量夠不夠 對不對 不止晶片嗎 不止Altis系統會用到的晶片 那有可能是在Hybrid的大電池上 如果我真的能產能有限 因為這個東西也不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對不對 如果電池來了量有限 我當然先壓給Corolla Cross 因為畢竟它就是當型炸子機 對不對 當紅CC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也有可能受到 這個產能的影響 就像現在目前的風向 所以Altis掉第四名大家 以後只能習慣 對要多多去習慣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它真的是前前任神車 然後對因為 請下神坦 對因為 因為前任 現在看起來前任 Raffle即將會在今年變成 前任神車 對那這樣算 好多前任 跟你的感情史一樣 沒有 我們是這樣子 不要亂爆料 不要亂爆料 對所以說這個Altis還能排在第四名 其實 其實在跟大家分享另外也是說 荷泰在今年的三月 它是刷新了它歷史的三月銷售記錄 沒錯 對就是Toyota和Lessus兩個品牌加起來 加總 對所以說確實是有發揮這個 1加1大於1.6 而且大於還蠻多的 對好 那接著就來看到這個 KUGA的死對頭 前三名 已經進到前三名了 這個第三名呢 就是這個Honda的CRV 它在今年前三個月呢 賣出了4904輛的新車 對 這個真的是讓本田沒有休旅車事業富的 因為他們目前這個 銷售陣容來看 對 就是HRV真的是有一點拉不太上來 你看它在今年的前十名 它都前三個月前十名 它都沒有排進來 對啊 雖然Odysi接單也接得不錯 破仙章 但是現在看起來 主力還是放在這個CRV身上 國產的量還是比較大 對 而且相對是比較容易掌控的 對 對啊 那你怎麼去看說它排來這邊 而且聽說它好像 大改款新車國外已經有了 你覺得這會不會 對它造成一些影響 你說HRV對不對 HRV HRV已經有新車了 對啊 然後它現在是 CRV已經國外 CRV它的改款 對改款已經測試消息你出來 你覺得會不會去影響到 我覺得不會 你知道為什麼 第一季CRV一樣可以賣這麼好 因為當然去年的一些操作 我們就放 就放它在過去年 然後 我覺得一個關鍵是 如果大家現在去看 HONDA的官網 他們有一些促修的方式 就是 除了HRV 它有推出一些特試版 對不對 然後 其實他們也針對CRV或這個品牌 他們有推出那種 延價保護到5年了 就是對於這種斤斤計較的 這個極具的買家來說 延長5年的保護 西戶已經成為某些品牌 很受大家買單的一個銷售方式 是 再加上HONDA我們都知道 以前一開始都是主打的Burge 但是這幾年他們在第一線的操作 也是很靈活的 而且他們現在 就像你剛才說的 本田休旅車事業部 我為了要維護這個名稱不掉 不是 不是他們自己取的 這明明就是我們給它硬灌上去了 因為我現在的經濟母 就是CRV跟HRV 因為HRV 現在畢竟又受到對手影響這麼多 那我真的把我全部保 我所有的銷售資源 或第一線的一些利潤的操作 我應該全部都會壓在CRV上 那加上它去年跟KUGA的愛恨情仇 對不對 我今年一定是全部放在這個上面 對 所以呢 這個這台車會賣得好 我真的是不意外 不過我覺得它也有一個緊張 就是說 你把漆彈都壓在同一個籃子的話 那因為你看CRV 好就算 如果我們現在出國外那些謠言 它大概一款測試中 測試到量產 國外先推出 那推出這台車 CRV是國產車 國產車的導入跟進口車的導入 那個時間是有差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到台灣 我們再快再快好 都可以抓一年半好了 那還是很久 那一年半的時間我們要怎麼辦 對 我們來想一下 邝達最近有什麼車 是 國外FIT大概款 對 HRV大概款 可能都會來 對 好 FIT如果來 它是不是現在主流 對 應該不是 對 它已經不是主流 就算它有很厲害的1.5油電 對 它也可能不會是主流 是 HRV它有可能會來 那它如果它真的用 跟FIT一樣的油電版本的話 你覺得會跟現在一樣價格嗎 有點難 對不對 所以這兩台車 這兩個幫手好像 我們目前這樣分析起來 很有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給力 所以 CRV這台車要怎麼延續下去 我相信它應該會持續的 在讓利給消費者 所以讓它去維持 這樣子的銷售能量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怎麼樣去評估 這個HRV和FIT的導入 因為 FIT其實真的已經是 算等滿久的了 對啊 然後那個消息就是一下有一下沒有 一下有一下沒有 對啊 但是好像最近又說要 有確定要國產化 對 但是那個時間點到底又在哪裡 對啊 這個實在是很順不準 他們家 我們現在真的是很難抓的 他們真的是消息封得很緊 像那時候阿律師忽然說 現在來台灣 有什麼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 真的是很突然 對啊 他們這個新市場的作風 真的是 滿有趣的 大家可以 值得探討 可以在持續觀察下去 好 那很快的 就剩下兩名了 那到底第二名是誰呢 第二名呢 就是這個 Toyota的RAV4 那RAV4呢 在今年前三個月 總共賣出了 6,434輛 那其實RAV4真的我覺得也是 滿有趣的啦 對 因為畢竟 Cora Cross除了去打到自己的房車兄弟以外 那時候大家也很擔心 會不會去傷到RAV4 但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動搖啦 但我是覺得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你覺得嗎 我覺得有 好 我們從這個榜上來看 他第一期賣了6,434輛 第二名 對 不錯 但是你看 我們剛才講第三名是CRV 4904輛 兩個只差多少 1500輛 跟以前的想像好像沒有差那麼遠 好像CRV 再努力一下 有機會抄得過去 對 我就覺得說 我們不要說抄得過去 有沒有可能 至少我拉很近 比如說我一季 可能就差個幾百台 我覺得那是有機會 如果說KUGA的晶片來了 再努力再吹一下 KUGA一吹 下一臂就更要吹兩次 吹兩次 他就逼近RAV4更多 所以以前RAV4 那種以前在神壇上 高高在上的那種感覺 好像今年這樣看 好像沒有這麼神 對不對 但我覺得除了同級對手 而同樣的師兄弟 CORRA CLOSE的影響以外 必須要說一個是 之前他不是在車頂的 那個漏水的問題 是 多少也讓他們有一些傷害 雖然說他們現在已經那個啦 原廠是有做一些特別的 對應活動 說那個特別保證活動 對不對 進行免費維修 那也提供額外的10年不限里程 對 所以我覺得 好險 他們有做這一套 對 這叫做亡羊補牢 維持不完 是 看 如果說他真的做了這個東西之後 你會發現 第二季也好 第三季也好 這個銷量有上來的 那就很明顯 這倒是有 那也很明顯的是 這個東西對TOTA這個品牌 在台灣多少有一點點傷害 是 那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在這一份榜單當中 Rubhouse是唯一的進口車 對 那但是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 在上一集我們一直有提到說 就是 國外疫情啊 今天影響啊 這些事情啊 對 那但是在Rubhouse身上 好像看不到這些影響 對啊 那因為我也實際有去跟 和泰他們做過確認 他們怎麼說 對 他們那時候講法是說 他們那時候 因為我同時問了兩個嘛 一個就是 因為他們也有國產 國產的這些新車 對 那Rubhouse 他們進口車也很多嘛 不管是Rubhouse也好 或是Lazos那邊也好 他們的講法是說 在國內的部分 國產的部分 目前都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對 一切都是很正常 那在進口車的部分呢 他們說 原廠告訴他們 在4月之前 也都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然後在後面的話呢 他們會持續的做 滾動式的檢討 然後去確保說 它可以一直有新車 去做海外輸出這樣 所以5月也快來了 嗯 是啦 是啦 不過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是 對 你看 我們 晶片影響 短缺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個月兩個月 當然 它其實已經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只是最近的效益放大 對對對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 Toyota一直都沒有受到影響 為什麼咧 對 那是因為說他們在 在10年前他們曾經有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對 就是這個311的日本大陣 對 因為剛好是2011年 對 10年了 對 那個時候其實造成他整個供應鏈的崩潔 對 然後他的生產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衝擊 那從那一次之後 他們就通停失通去找出 這個道理 為什麼我的供應鏈會這麼脆弱 對 就是只是一個事件 雖然說是很大的事件 沒錯 可是會造成我整個生產全部停榜 對 所以在那之後 他們就在針對他們的這個 所謂鳳田市管理啊 這些東西又再做了一些精進 供應鏈的強化 對對對 去做一些調整 然後所以讓他在這一波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全身而退 保險買的很足 對對對 那所以說 當然台灣的這個河泰國瑞的部分 其實他是 算是 豐田化非常完整的一間海外公司 沒錯 所以說當然這些東西 他也學了非常的 非常的到位 台灣是很厲害的 對 因為我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去有去看過這個 Toyota的產線 在台灣的產線 對 他確實是很多東西都學的 非常非常到位 甚至他還有一些自己 獨門在研發出來更厲害的東西 外銷出這些經驗 是 沒錯 對 所以說呢 在選擇買Toyota的朋友 暫時看起來是還不需要去擔心 繼續買 對 就是繼續買啦 也不用怕說這個 會有交出來晶片短缺的問題 沒錯 好 那 最後了 最後一台 這個第一名到底是誰呢 第一名呢 就是這個Toyota的Corolla Cross 新神啊 對 真的是新神車 他這個今年要當上新神車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啊 他在今年的前三個月呢 他就賣出了 一萬兩千五百四十二輛 對 唯一一個破萬台 他是第二名的一倍 對啊 他直接翻倍啊 對啊 如果說 好恐怖 我們再把時間拉長一些些 好 因為他其實在2020年10月才正式上市 就跟Sentra差不多時間 對對對 然後我們剛剛說Sentra 今年前三個月是2468輛 對 對 好 那如果Corolla Cross 從上市開始算起到現在 對 他已經賣超過25000輛了 他一個月的量 但還超過Sentra六個月 對 哇 對 他已經賣超過25000輛 他直接打破了 荷泰史上銷售最快的紀錄 真的是破紀錄的 我 他一台車半年 打人家一個品牌一年 我 我說不出話了 對 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這真的太神 太誇張 對啊 而且就像 我們剛剛前面也講到說 其實蠻多國產品牌 都一直在受晶片影響 對 那Corolla Cross 他的配備並沒有少給 對啊 他TSS什麼那些 然後油店他還是都有 但他 單月都可以賣超過4000輛 對 平均下來單月都超過4000輛 對 那你還記得當初 河泰講說 Corolla Cross 一年要賣幾輛嗎 是 我記得他們一開始 在紀錄會沒有講 但是後來講 差不多4萬 對 對啊 你所以 12000輛的話 我們乘以4G就是48000 對 還多8000輛送你 沒有這麼好的 對 搞不好擠一下上5萬台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討論2021年第一季 我們2到10名都不要講了 反正就是 成也Corolla Cross 賣也Corolla Cross 賣好不好都你 因為你賣這麼好 所以我們的整個 第一季跟去年年 就是同期比掉了 長了16.8% 對 因為他這個車型 就讓TOTA增加了17.9% 然後市占率還來到快3成這樣 對啊都給你賣就好了 好啦不講了啦 生氣有沒有 對 那還是得來看一下啦 就是說 他現在這樣子一個月 都有4000台穩定輸出 然後今年會有4萬8000 這到底怎麼達成的啊 你知道嗎 我前幾天我開在高速公路 因為我每天上下班 都要開高速公路 是 然後那台車上 有一台那個 因為我的地方是 林口到台北 所以那個時候會經過 就是TOTA的廠 然後把這些運好的車輛 往北受的一個路線 就是一台拖板車上 載了4台Crolac Cross 2台Altis 我就哇 神車中的神車 因為他拖板車載了6台神車 然後當下 因為最近不是媽祖他們在租訊 我就很想要鑽那台車 鑽叫底 他這個就是六尊神啊 這是題外話 這台車為什麼賣這麼好 我說真的 因為打破他們自己的預估 也打破史上所有的紀錄 對 這也確實就是我們始料未及 但是我們來當個事後諸葛 我們去研究一下原因就是 第一個就是很老生常來 就是它現在是休旅的年代 但是這台車 它絕對不只有休旅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看這個前一到第十名榜單 有租出6台車 都是如果時間打算休旅的話 6台車都是休旅 是 為什麼Colac Cross 可以賣別人家休旅 多一倍的量 是因為當初Colac Cross 就有說過了 他們跟原廠爭取了很久 希望是一台國產的休旅車 因為以前都是有RAV4 爭取了很久以外 他們在爭取的過程中 除了累積他們這幾年 一直當品牌龍頭的經驗 我知道賣的車 怎樣讓台灣消費者喜歡以外 我還知道 怎樣讓台灣消費者 喜歡休旅車的人買單 所以他用最受歡迎的 Colac Artists作為基礎 導入他們這幾年 這麼多當第一名的經驗 灌注在這台車上 或許這台車他可能 對我們很多不同的消費者角度 來說他可能不是100分 但是他只要認為 只要抓到喜歡TOTA這個品牌的人 這個品牌就已經有10個人 終究有3個人喜歡這個品牌了 只要讓這個三成人都喜歡這台車 他就成功了 而且看起來是不只 他們原本目標預計 他可能連原本沒有想到 要買這種車的人 都去買這台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騎過去所有經驗 與大成的一胎 我沒想過了 升車中的升車 對 真的是有生之年很難看到這種 供逢其勝 對 真的是供逢其勝 各種刷紀錄 對啊 讓這個 除了讓TOTA整個品牌以外 單看這台車真的也是覺得 哪有這種事 我現在路上看到那個就 我怎麼一直看到同一台車 而且在身邊買的人 真的是越來越多 看到那台車我就覺得 駭客任務那個電影是不是 那個母體壞掉了 一直讓我出現同一台車在我前面 這樣誇張了 對 OK好 所以說這個 看樣子今年 2021全年的這個神車 應該 我們期待他能刷到什麼程度 對我們現在 他能不能刷到一年5萬輛 對我們現在不是說 看他會不會成為神車 就是看他能夠神到什麼程度 到底有多神 對 那到時候那個 我們還是會持續追蹤 持續跟大家分享 追蹤神的足跡 對 就跟那個最近馬祖遶境一樣 現在有很多那種線上版 你知道 你除了可以透過那個地圖 看他現在到哪裡 也有那個 我直播的 YouTube直播的 科技版追蹤 對 因為畢竟防疫期間 這個 沒辦法不方便去那邊群聚的話 其實在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透過科技的力量 行程則領 那當然這個神車 一樣 我們就是持續來追蹤他 好的 OK 好 那今天一樣跟大家分享了 這個2021年 第一季台灣新車市場銷售 這個前5名 那真的是只有Toyota 能夠超越Toyota 那不管你有任何的問題 想要和我們一起討論 或者是說你有任何意見 董環你再留言提出來 我們一起來做互動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記得要訂閱 這樣才能夠第一時間 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資訊 那如果能再給我們五星好評 那真的是非常衷心感謝 那我是尚恩 我是小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